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洋宏盛,和宋盛,和宋盛》 《洋宏盛,和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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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洋宏盛,和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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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洋宏盛,和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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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刚开始从《拳击小白》到代表国庆队出战 拳击不仅仅给我带来的是这种梦想和成绩吧 也让我更了解了这个世界吧 算是多读了《世界》这本书吧 然后也更加认清了我自己 我叫阿里米日阿卜杜伊姆 今年17岁 维吾尔族 是新疆队的拳击运动员 当我代表我们国家 出战2024年亚洲青年赛的时候 非常荣幸 我们决赛进了三个人 当时我是最后一场 我前两场有一点遗憾 压力特别大 上场以后 当我跟对手碰拳的那一会儿开始 我就完全释放自己的紧张感觉了 享受的就是台上的感觉 发挥好的自己 第一次在别的国家能把我们的国旗就放到最高那个领奖台上 我们的国歌在别的国家能强起我感觉非常自豪和骄傲 下了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那我就要重新开始新的比赛 把自己的特点往更好的发展去练 迎接更好最好的自己 第一次看这个全球比赛的时候 就感觉两个人都在台上打得那么狠 到最后还能拥抱到一块 就是很奇妙的那种感觉 我小时候就是比较壮一点的 再加上就是自己的身体各方面的 低窄呀 身高呀 就是体重呀 就是刚刚好这么多 教练说我对拳击这方面 动作这个拳感 更加的合适去练 我就是从一个拳击手的小白来这儿的 这个训练的过程很累 每次在强度课之前 我们就会想 今天这个强度好大呀 要打这个20秒就快速杀带 做完那些力量 连那个摩梯都下不去 就疼得不行 慢慢就感觉 拳击的魅力特别大 在拳台上 你不仅要用身体 还有用脑子 每个对手的打法都不同 应对方式都不同 比如说有些是往前冲的 我就得控制好距离打 有些是吊着 我就得往前进攻 我的打法就是进攻完 然后就走 再加上这种躲闪 然后再反击连续拳的话 我会觉得更好 第一次打全国赛 就在2023年4月份 全国的这个水平就是很高的 大级别很常见的就是 所有人都有力量 体容大的时候 很少有人去占速度这方面 我刚好就是在这个大级别 就占军式 然后是爆发力 一下子能就是爆发的去进攻 然后再这样子反击 我当时躲完冠以后 站到最高领奖台 我就感觉 这几年的所有的累呀 和辛苦一切都值了 有了那一次的冠军以后 我更想再去往上走 全界的魅力就可能在于这儿吧 突然也有自己的梦想吧 就更加坚定的那种 很多人影响的这个打拳 就是更合适男生的 但是我感觉 我们也可以以我们女性的力量 更好的发展 自己的最好的特点 站在台上 就运动员最大的困扰 就是伤兵嘛 去年12月份吧 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我比较就留学了 但是在身体的那种 兴奋的状态 和自己有这种 强引的欲望吧 然后在第二回合的时候 就是越大越兴奋 就完全忘了那个 也赢得了那场比赛的胜利 第三天的时候去检查 然后说是骨折 我心里肯定会有恐惧了 就是不敢去打拳 跟他们打实际上 看到那个拳的时候 我就脑子里就会想象 做完手术的那个画面 我就想再骨折一次 那我手术就毁容了 那会儿就是心里的阴影特别大 去练肯定也有影响 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吧 就说你既然练了 那你就好好打下去 非常支持我 再快一点 来 移动出来 我教练和领导他们 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 受伤 也是有最好的医疗 也在我背后 给我最好的平台 给我最好的训练 一直这样子支持我们 我这次的受伤 我最起码感受到了 保护好自己的和这个距离感 我感觉就是我从这方面 也赢得了很大的一次的挑战吧 慢慢我感觉就是 找回了我自己的自信吧 她就是力量型拳手嘛 我觉得算是很猛 在女性打法里面 很少有她这种打法 在这是一带一路 她也改了个打法 但是刚好就是 我最好打的那个打法 她是往后打 那我就拿我的B站U 是往前打 再加上我比她快 我赢了 作为年轻的一代的 少数民族的运动员 想一直以最好的状态去训练 一直努力 从自治区的比赛 再到全国赛 亚洲比赛 再到世界青年赛 我感觉 这个拳击也让我更了解的这个世界吧 更清晰地看到我自己在这个拳击上的价值 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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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